那發生什麼事 中了彩券不多 台幣8.4萬 那他很高興要請朋友喝酒 出門之前媽媽跟他說 你要小心啊 有得必有失 一語成成就處死在路邊 OK 這是中的不夠多嗎 OK 而且還是說那個 沒有偏彩運的人 你是嫉妒人家 所以才會講這些人的狀況 可是 我不要放鬆 有偏彩運嗎 我剛才 看你樣子就不像有偏彩運 對你很會看人 那妳看人家就不像有 沒有錯 我真的是沒有偏彩運 我就兩百塊的發票 我都沒有中過 何況你剛說什麼樂透 或者是過年去刮那個刮刮樂 都沒有中過 那剛剛呢 我聽到盛美姐講這個故事 其實我心有氣息 你說泰國那個嗎 還是泰國那個 因為其實呢 我也曾經中過差不多的金額 還好我現在 整張厚厚出現在這裡 所以妳中獎也發生了一些事 對 我剛進演藝圈的時候呢 那時候 就是經濟公司幫我安排了一個節目 是那種打保齡球的抑制節目 結果妳知道我到了那個節目 它就是那種 妳必須手上先拿一顆棒球 丟前面那個九宮格 看妳丟到比如說三坪 妳就開始要去保齡球那個球套 然後這樣就是丟保齡球 打保齡球 結果呢說也奇怪 我一個不會打保齡球的人 我都沒有洗溝 然後呢過關斬將 就是可能三坪突然間丟一個球 它就是曲球真的就是三坪 然後呢比如說又丟五坪 然後我的球是閃電型的 你知道嗎 結果最後呢過關斬將 我拿到最後就是的總金額 最後那一關 獲得了十萬塊 然後呢拿到十萬塊之後 我經紀人還開玩笑說 聽說這種大獎啊 就是要花掉 然後因為那時候是新人 沒有什麼錢嘛 我沒有 當然沒有要花掉 我就直接趕快把它 拿去存起來 結果你知道開始二運連連 包括呢 跟我已經交往很久 論即婚嫁的男友 突然之間就是莫名其妙的 跟我就是見行見緣 然後原來呢在新加坡 交了一個新女友 然後莫名其妙要跟我分手 然後年紀輕輕 就得了紅斑性朗腸 全身都一大一大一大 花了很多時間才治好 然後呢最慘的是我爸 突然間接到他的電話 竟然是什麼心臟病啊 突然間心肌梗塞 送到醫院啊 就是從鬼門關 差點救不回來 我就突然間想起說 怎麼二運連連 原來經紀人是被你 給講中了這樣子 我就馬上發生這件事情 我爸救回來之後 我就把他的所有的醫藥費 全部從帳戶裡面拿出來 付掉他所有的醫藥費 就會不會就剛好差不多 怎麼差不多 你怎麼知道 差不多 就是一毛幾乎都不剩 然後我才覺得 原來中大獎真的是要花掉 這是人家沒有講錯 你這些個人親身經驗 要不要跟美國 中六百五十億的人講一下 把他電話給我 對 然後跟他講說 你趕快把它花掉 要不然的話 那我幫你擋一點 也可以好不好 我幫你擋一點運氣 其實應該要這樣說 樂透彩 或是呱呱樂 之後我們都叫眾生財 什麼叫眾生財 來自大眾的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買買買 然後我們就很像是 全部的人一起在這個高塔裡面 抽了一點 所以這個叫眾生財 那這種眾生財 你是一定要布施或捐獻的 這樣子才能夠把這個福分 再流出去 那麼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有太多的案例 像在台灣2004年的時候 曾經有兩個樂透 而且是得了很多的錢 那但是到2005年的時候 一個死掉一個瘋掉 這是很有名的新聞 那在美國也有一個 他沒有到650億 他只有9.4億而已 在美國 也是加州 那他是就帶著大家 全家一起到夏威夷 好開心的做 那個最奢華的度假 結果後來透支了 透支就算了 然後還跟老婆吵架 老婆就帶著孩子 離開了他 他就自殺了 所以其實眾樂透 真的不是一件最好的事情 那麼對我們命理界來說 所有的事情 都是中庸最好 暴起或報復 其實都是預知了 你未來的福分 還有財庫 所以我都會安慰自己說 我們現在呢 賺正財 腳踏實地 其實是最好的 那他我本來是處理 他們家庭糾紛 轉而知道 他們為什麼要離婚 就是因為這個太太這邊 應該說女友 女友這邊 因為他們還沒結婚 他們是潤級婚嫁 那這個女友在結婚的前 大概三個月 突然中了一筆樂透 非常高額 那這個男友呢 就忽然覺得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 一發現女生有很多錢 就開始跟她說 能不能帶我去吃好的 我想買這個精品 帶我們去住一個好的酒店 但女生總是會比較希望說 把這筆錢用在未來的婚姻 未來的子女 還有未來的孝心父母的部分 所以就會一直 會擋 但是一開始還是 是讓她說儘量彌補一下 就是過往的辛苦生活 但沒想到到最後 她無意間就是男友 剛好去上廁所洗澡的時候 發現她跟朋友之間的對話 就說 我女友這麼有錢 一定是要把她好好的榨乾 就是在結婚之前 對 竟然看到這樣的訊息 那當然這個女友 就跟男友之間就開始吵架 你怎麼可以這樣對我 所以後來有發生了一些 暴力糾紛 因為就可能有一些拉扯 打扯 所以也是因為意外 就是後續的刑事案件 得知到了這樣一個問題 不然他們可能一結婚 我想應該是更沒完沒了 你知道我們跟國外 有一個制度不一樣 蘇恆 是 台灣 到底誰中獎 上樂透的那些大獎 你不知道 因為他們有一個保密 所以你只要秘密的聯絡台彩 他們會幫有一個VIP的 然後用這樣一些 國外不是 各位有沒有 國外中獎 每個都要直接公開 拿一個那個板子上面寫 六百五十億 然後所有這些對不對 對 你知道那個結果嗎 就是全部 你就變大價提款機 是嗎 所有的人全部都鋪上去 不都是這個樣子嗎 對 因為我就有一個命主 就是這樣 他那一天來的時候 真的是硬糖發黑 然後他來 他只告訴我一件事情 他說老師 我只想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我還能不能再中樂透 這個開頭我就非常有興趣 我就問他 為什麼問這個問題 他說他大概在幾年前 然後他的老家是在南部 他那個時候也是 莫名其妙中了一個樂透 然後那個時候中的樂透 和其他得獎人均分 然後在報完稅之後 他拿到手大概有三千多萬 一下子有這麼多錢 他真的好興奮 他不知道怎麼辦 他就先告訴了媽媽 第一個選擇告訴媽媽媽 結果沒有想到 他媽媽是 零禮廣播器 馬上告訴所有的街坊鄰居說 我兒竟然我兒竟然我兒竟然 我兒竟然我兒竟然我兒竟然 結果呢 零禮間有人缺錢的 也來跟他借錢 里長要選舉的 也來找他捐款 他一開始不好意思 想說大家都相親這麼熟了 所以一點點 一點點也都捐出去了 可是呢 旁邊的親戚還不放過他 就說你這麼有錢 怎麼沒有買新房子 給爸爸媽媽媽住 弟弟要結婚呢 為什麼沒有買新家具 你這些妹妹們的學費 為什麼不幫他付一付 七弄八弄 弄到他截然一身 他跟所有人講說 他沒有錢了 沒有人相信 還罵他自私 然後罵他說 就是不知感恩 結果他沒有辦法 就自己一個人逃到台北 租房子住喔 租房子 然後他就是 真的是用淪落 兩個字來形容 他也不敢回去南部 因為一直被罵 要這樣 這麼慘 但是你剛剛講說 他來的第一句話 就是我還能不能再得 這麼慘還要再得 對 然後他就是很希望 可不可以再得一次 而且他很可愛要跟我說 老師 我跟你講 如果這一次再得 我絕對要珍惜機會 我第一件事情 就要買一間自己的房子 不對吧 他第一件事是 不要跟他媽媽講 對啊 這才是最重要的 真的是淋漓廣播器 很可怕 然後後來 但我幫他看命盤 的確他那個機會 真的是昙花已現 那已經過去了 我就跟他說 你還是要找一份正當的工作 好好地累積你自己的資材 我們做人 還是要腳踏實地 比較實在 所以講到最後 還是要勸誡大家腳踏實地 用這樣的方式 對 我們要像小五哥一樣 認真工作 真的 你不要講 真的 我跟你講 我買樂透超準的 就我只要我買的號碼 你不要買就對了 真的 我還有買過樂透 就是金額很高的時候 譬如說你買一千塊 二十張那種 譬如二十張 然後一住如果五十塊錢那種 這麼多號碼加起來 我中不到幾個號碼 真的不簡單 我自己都很懷疑 對 認真工作是對的好不好 我有一個命主 他就剛好真的是在那條路上 做發達的 他覺得拜胡仙 已經滿足不了他了 所以他就查了很多的郵寄 尤其是台灣人寫的郵寄 他後來就在這郵寄上面 發現了有一間 泰國的音廟 那這個音廟很特別 他拜的是什麼 他拜的叫雙頭男嬰 對 它是雙頭男嬰 連體嬰 他看到之後 他就信充充買了機票 立刻飛到曼谷 那這個廟就距離曼谷 大概一個多小時的車程 然後他說這個廟其實不大 小小的 然後但是人非常的多 那這個男嬰是怎麼來的呢 據說就是媽媽在懷他的過程當中 就很不順利 一直生病 然後很不舒服 結果後來再去做 最後一次產檢的時候 就發現這個孩子 已經胎死腹中了 那胎死腹中沒有辦法 就是只好請醫生 把他取出來 取出來之後才發現 他是連體嬰 然後連體嬰那時候 因為這狀態太奇怪了 那那個時候他就請了 泰國的和尚 想說可不可以把他收走 收走 可是沒有想到 泰國和尚把他收走之後呢 這個爸爸媽媽在一年之內 就接連死亡了 然後家人們也不停的做噩夢 於是他們就到 這個收走 這個嬰靈的這個寺廟裡面 告訴這個和尚 那高僧就認為說 那這個嬰靈 他一定有特別的靈力或法力 或者是他有心願未療 所以就把他泡在 一個玻璃缸裡面 那他就是希望說 屍生不滅 屍生不滅就可以 看他有什麼心願可以告訴我 結果沒有想到 這個消息一傳出去之後呢 一傳 就是一傳時時傳拜 因為泰國人太喜歡亂拜拜了 就譬如說 我真的覺得他們是不是富貴賢中求 包括拜那個幽魂娜娜一樣 結果呢 他們就真的把這個雙頭 乃英當成是 就是神童在供奉 那有的人就是拿玩具啊 拿小零食啊 去跟他求 而且據說非常的靈驗 連去求子都很靈驗 然後我那個祕祖 就真的就去拜囉 回來之後他的生意真的變得很好 變得很好之外呢 還有人找他要合夥開店 他覺得非常的開心 覺得說這次真的是敗對了 但詭異的事情就來了 他開始睡眠品質變得很差 然後呢他在夢裡面 會夢見有小手收 夢見有小手收 而且他有時候他說 有的時候莫名聽到 有開門關門的聲音之外 他會聽到那種 這種笑聲 他就覺得事情不妙了 然後最可怕是 他去上班的時候 他們家的 就是姐妹們跟他講說 他的氣色非常差 什麼叫氣色非常差 就是我們剛剛講 印堂的地方 黑壓壓的一片 怎麼化妝呢 都還是覺得他看起來好累 他就覺得事情一定是不對了 所以他就立刻 不過幸好他行動力也很強 他就立刻買了機票 然後也是帶了很多零食玩具 還有小朋友的衣服 回去說謝謝你 他只敢說謝謝你 之後他什麼話都不敢再講了 然後就趕快坐飛機回來 說也奇怪 回來之後好很多 而且我很替他高興的是 他後來開了一間 自己的服裝店 也離開八大了 香港有一個領異節目 他們特別到泰國 去做了一個這個訪問 當地的民眾 他們有一種想法是說 如果我現在很衰 然後老是賺不到錢 你就希望轉月 那轉運有各種方式 包括我們之前 台灣的民眾也會 比如說睡棺材 讓自己的運不好的出去 好的來對不對 他可能類似這樣的概念 可是他又是睡棺材的進階版 他直接就跟大體進行性行為 什麼 叫接濕氣 真的有 但是告訴各位要怎麼進行 因為 你不用告訴我 對啊 你幹嘛告訴我 在泰國那個地方 他已經發展出了一個 完整的產業鏈 而且是一條邊 怎麼做呢 比方說我就是一個上游的護理之家 名字叫護理之家 但是我就是在挑 看哪個醫院的人快掛了之類的 那如果有一個女生 大概煙一一息 我這邊就會接到通知了 我就趕快去通知我的客人 因為我的客人在等 好 然後如果這個女孩往生了 一定要在24小時之內 甚至於在她往生一兩個小時之內 她的身體是柔軟的 然後她還有一點溫度 那這樣的狀況呢 不是直接就送進房間 不是要稍微整理一下 車禍跳樓就屍體不完整 不要就先篩選 還有要顏值高的 所以長得不美的不要 我這邊弄好之後 我就直接推進了某個房間 把它整理好之後呢 其實剛往生看起來 還是像火生生的人 然後這個男生就進來了 買家就進來 買家就立刻會跟他發生一些行為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因為是動作派 你總不會對他念經 照理說是要開始念經對不對 不是嘛 對不對 你總是會跟他有肢體接觸 所以因為他又剛剛往生 所以有的時候在過程當中 他的眼睛會眨 他手會動 但這是科學的 因為你就是碰到他 好 這整個過程 甚至於發展到 另外一種產業鏈是 因為有些人很窮苦 如果爸爸媽媽覺得 我的女兒反正已經過世了 我連下帳的錢就沒有 他們就會賣給 這樣的產業鏈 就發展出來一種 你覺得匪夷所思 但是根據他們的說法是 他們相信就是說 我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我能招人員招財 然後把自己厄運轉給那個大體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但我告訴各位 這基本上從頭到尾就是違法的 這只是一種那種信仰 但是我現在要講另外一件事情是 當年在台灣也出過一個狀況 跟這個沒有關係 是當時有很多的藝人會去簽六合彩 有一個女藝人 然後她就跟著大家 就到處去拜所謂的那種萬應宮廟 音廟 對 這個女藝人她就靈光乍現 別人簽的可能數字是什麼 她就偏偏就選中了其中幾組數字 她中了 她拿了錢之後 她就匆匆忙忙的錢放在家裡 她就包了一輛計程車 她開上高速公路 她要去那個中部去作秀 這個計程車呢 開著開著開著 就這麼奇妙 她就突然壞掉了 那你是不是要推到旁邊 在高速公路推到旁邊 然後這個計程車司機就要下來 拿三角追之類的 然後這個藝人呢 就從後座就下來 她只是走下來 她剛剛走下來 你想想看在路間喔 對不對 就有一輛莫名其妙的卡車上去 當場把她撞死 然後司機沒事 這不是很奇怪嗎 因為司機比較靠路邊嗎 這個藝人是在外面啊 就是對準了她就撞上去了 就跟妳看絕命終結戰那種 妳就是不論怎麼逃妳 都會死亡的概念 妳知道那個傍晚啊 我們接到消息都嚇呆了 然後跟她一起去那個萬應公的 所有的藝人都嚇呆了 趕快第一時間管妳有沒有通通去捐錢 因為誰知道下一個 厄運會不會在自己身上 OK